菩萨让我们生之为人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人间的成功之法呢 有一个弟子问师父 这个师父告诉他 其实菩萨在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成功之法了 这个弟子问 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 怎么知道菩萨告诉我们成功之法呢 这个师父说 人生下来是不会走路的 后来我们又是怎么会走路的呢 这个弟子说 是在父母和亲人的参伏下 慢慢学会走路的 这个师父说 在学走路的时候 最容易是出现哪种情况呢 弟子说摔跤 这个师父说 所以菩萨在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就告诉了我们的成功之法 因为菩萨告诉我们 人生的成功不是与生俱来的 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而实现的 人生的成功 都是在父母亲人和朋友的参伏下取得的 因而人生的成功 离不开别人的帮助 人生的成功 都是经过无数次的摔跤 遭遇无数次的失败 挫折迫和打击才能获得 你一点点的成功 你一点点的成功 台长告诉大家 要用责备别人的态度来经常检查自己 用原谅自己的态度去对待别人 因为人最容易原谅的是自己 而最不容易原谅的那就是别人 所以为人处事待人要宽厚 责己要言 这就是学博做人的经科预律 要学会经历充沛的处理日常生活 心胸开阔 心中开朗 才能遇到困难 从容对待 每天心中要有一种充实感 因为我们知道事情每天都会变化 今天的苦难可能会变成明天的幸福 所以清楚自己你一生到底想追求什么 我们才会理解你今天所做的事情的真实意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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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